嗨 亲爱的华文好 室内运动好装备 伙伴们 运动一定要融合到你的生活和工作中 就买了健身卡的伙伴 真正的去健身房机会有多少 让心率快起来 任何的运动都可以 伙伴们 我现在的心率是多少 已经100多了 已经接近于到我的燃资区间 我再稍微的骑快一点 我现在在做我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 这半个小时 如果我的心率能够维持在这个区间 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燃资的方式 好 那你会问 如果我预算只有50元 我用什么东西去在室内做得更好 弹力弹 它可以做很多的事物 你可以在这边练你的拱二头肌 特别是对于男生 你一边看文档 一边一二三四 这不就练哑铃吗 几十块钱就能搞定的 第二个 如果你有100元 建议去买一套TRX TRX是美军用来提升体能的装备 你可以把它挂在门上 挂在任何的地方 它可以练习到你身上几乎任何一个部位 如果你的预算500元 最靠谱的是去买双鞋 买一双特别柔和的 让你踩起来像云一样柔和的鞋 这是一双R2的跑鞋 地球就是你的健身场 你去快走都能够让心率快起来 对不对 如果你有1000元 买一台动感单车 你早上起床 如果你要刷抖音刷微博 对 包括晚上睡觉前 让心率略微的快起来 来个半小时 那不就OK了吗 如果你有2000元 预算买台跑步机 一般2000到3000元的 我认为就足够了 需要关注的是声音相对小 如果你住在二楼三楼 考虑楼下的感受 最后 如果你的预算足够 这是我最常用的 而我特别喜欢的是 尤其在冬天 微微温暖的感觉 燃烧了热量 你看 如果我持续把这个活干好 我这半小时心率上升 我现在心率多少 54%的心率区间 刚好是燃滋的区间 你看我能自由地讲话 亲爱的伙伴们 让运动融会在生活中 室内不同的预算 都可以让自己的运动 变得更好 这些哪里能找到 淘宝或者微信 搜索陪丽宝小店 让我们一起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